男孩到了分化期浑身燥热难耐 身上散发着若有若无的奶香味 迷迷糊糊间跑到一个陌生男人家里 本想缓解一下症状便离开 却不料就此被封批霸总盯上 就在他离开不久后 封燕走进了浴室 他捡起双羽擦拭过的浴巾 放在鼻尖轻轻袖了袖 眼中闪烁的是势在必得的暗芒 而双羽此刻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盯上 他起身走到洗漱镜前 镜中的他有个石影 还有一个虚影 而这个虚影正是恶灵 双羽作为鬼差生活了三百年 近年来因为恶鬼怨灵滞留三千世界作恶 导致十八层地狱像是旅游圣地一样鬼满为患 为了解决这些恶灵 冥界出了新方针 让鬼差回到恶灵生前 以恶灵生前的身份帮助他们完成心愿 消除怨念重新投胎 以此来减少恶鬼数量 而双羽刚来到这个世界时 不料被一个女人下了药 他只能装作不知道 随后借口来到洗手间 双羽凭空施法 一枚乌黑的令牌出现在手中 他按照判官的叮嘱将鬼力灌入令牌中 令牌开始发光 片刻之后原主的记忆倾巢而出 原主是个爆发户 他老爸彩票中奖一个亿 接下来做了些生育钱滚钱 不出几年时间 白家资产过百亿 白富溺爱儿子 支持他的所有决定 偏偏原主不仅没脑子 还是个恋爱脑 放着百亿身家却爱上了一个十八线女星 也就是今天刚刚给他下药的颜千千 而颜千千也看不上他这个爆发户 没过两年就搞得白家破产 白富生病住院后 颜千千过河拆桥立刻提出离婚 一无所有的原主在暴怒的情况下误杀了他 随后更是在悔恨当中绝望自杀 原本聂缘应该就此结束 却不想颜千千重生了 他恨及原主杀死了自己 让他没能好好享受人生 他借着重生这个金手指 随后展开了对原主的抱负 在一场A是权贵汇聚的慈善晚宴上 给原主的药 让他在宴会上当场 导致本就因为是爆发户 无法挤入名流圈的白家丢进了脸面 而这不过是个开端 最终原主的下场比第一世更惨 白家欠下几十个亿 白富被抓去坐牢 在牢中受虐自尽 而原主则是被卖去了叶总会还债 最后直到染病死亡 接收了原主记忆的双羽摇头 眼中一满对凡人的不理解 不理解原主恋爱脑的行为 更不理解颜千千所谓的恨 不过如果不解决我现在的问题 我恐怕会不上原主的后尘 双羽低头蜜着自己的心 无奈的苦笑两声 算了 现在当务之急事先解决颜千千的榜首 双羽强忍着身体的不是快速走出洗手间 最终来到了原主厨师的房间 此时一个女人正站在窗前思索着什么 她并没有注意走进来的双羽 双羽默默地看着她 知道她估计是在想着怎么陷害自己 双羽静悄悄地走过去 直接从她身后偷袭 一把捂住她的口鼻 不一会她就彻底晕了过去 双羽蹲下身子将女人翻了个面 隔着手帕去掏女人的裤兜 这一幕远远望去就像她在猥亵女人 她并不知道此刻室内还有第三人存在 封燕眼中闪过一抹兴趣 饶有兴致继续观察着这有趣的一幕 双羽丝毫不知自己被窥视了 她抓起女人的手指将手机解锁 之后快速给颜千千发了一段话过去 出了点意外 你最好过来一趟 另一边宴会厅里 颜千千正忙着刷圣萧兰的好感度 这是她刚盯上的A式权贵 两人还处于暧昧阶段 感受到口袋中手机的震动 她歉意地看向盛哮然 随后找了一个借口离开 走到偏僻的角落拿出手机查看消息 短信的内容让她眉头不由促了起来 担心计划出差错 颜千千最终决定亲自过去一趟 此时双羽强忍着不是开始脱女人的衣服 哪怕对方身上 她也没任何隐你之心 身体虽然因为药物有了反应 可她作为鬼差无欲无求太多年 眼前的一幕 跟挂在案板上卖的死猪肉没有什么区别 隐匿在暗处的封燕博纯青阳摇摇头 若是旁人看到这一幕 一定会上前阻止 可封燕不是什么好人 没有兴趣插手别人的事 她以为双羽脱掉女人的衣服后 就会急不可耐开始行动 没想到她却不动对方 默默坐到一旁开始休息 片刻后门外传来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 听到声音的双羽立刻振作起来 快速走到了隐蔽的角落 要如何吸引颜千千的注意 让她放松警惕往这边走呢 双羽脑子里有了主意 她清了清嗓子 在对方脚步声临近的时候开始低声浅吟 原主长相只能算过得去 但声音却非常不错 往常是轻烈动听的 而现在因为药物的关系 声音微微有些沙哑 不是那种很假的叫声 而是浅缺浓重的微喘 带着几分压抑 致命的性感 同时听到这声音的颜千千和封燕不约而同一愣 颜千千和白双羽前世做过夫妻 所以很熟悉她的声线 以往觉得厌恶无比的声音 现在听来却有些别样的火人 疯了吧 她怎么会觉得白双羽的声音好听 另一边疯眼眸色深了一个肚 她眯起眼睛填了填牙后槽 对身体产生的反应感到惊讶 在高位待了太久 她见过无数形形色色想要勾引她的男女 无论什么样的人她都没什么兴趣 这还是第一次 对方仅仅只是喘了两声 就能让她有了感觉 没有多想颜千千下意识走向了声援处 她一进门就看到了躺在地上的女人 颜千千眼中一满惊诧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后颈一麻她两眼一黑 身体顿时软了下去 双羽压根没有服她的打算 就这么任由她凹凸有致的身体重重栽倒在地上 发出沉重的咚的一声 会不会砸扁了 不知道龙兄需要多少钱 这段话入了封烟袋 让她差点没忍住破功笑出声 双羽如同屠夫一样 拽起颜千千纤细银白的脚踝往里脱形 随后快速扒掉她身上的衣服 将她拽起来放在另一个女人身上 然后开始给两人摆造型 似乎好像还差了点什么 痕迹 封烟伯纯微张无声吐出两个字 对了 痕迹 双羽也察觉到了自己的失误 不一会后 昏迷过去的两人浑身被她掐得又红又肿 好不容易搞定 双羽拿起手机拍摄了照片 随后就离开了现场 另一边双羽正往宴会厅走去 她的眼中闪过一抹怜悯 轻轻抚了抚搏梗上的灵珠 无声安抚无法开口说话的恶鬼 为了防止恶鬼逃离 她被双羽锁在了灵珠里 因为不能让利鬼接触自己的肉身 谨防他们诈尸杀人报复 所以她并不是附身在原主身体里 而是在服用了明府的药物以后 将自己的灵体变成肉身 身上佩戴灵珠幻化成原主的模样 该去消除你的怨气了 双羽拿出手机 将颜千千的照片发给了她的死对头 当双羽回到宴会厅的时候 这里空无人影 她的嘴角滑过一抹冷笑 随后来到原主出事的房间 果然这里人满为患 颜千千正被众人围在中间 一旁的死对头正不断辱骂着她 一些平时看不惯颜千千的人 自然也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双羽的脑中响起一道声音 恶灵怨气减十 当前九十 怨气为零就能完成任务 这是哭得楚楚可怜的颜千千 一下注意到了双羽 顿时让她想到了办法 一定是白双羽 是她陷害我 她对我阴爱生恨 才会用如此阴毒的办法陷害我 一时间 所有人都看向了双羽 将矛头全都指向了她 颜小姐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我们无冤无仇 我为什么要陷害你 双羽适时开口 她微皱着眉头 似乎非常不解 对方为什么要诬陷她 然而众人并不相信她的说辞 双羽眉头微微促气 正要继续开口解释时 一道寡淡又极具气魄的声音响起 她当时和我在一起 有不在场证明 双羽眉头微促看了男人一眼 心里全是问号 这是哪路神仙 她并没有在原主的记忆里找到此人 说明是个完全不相干的路人甲 但她的身材和气场却让人震撼 身高将近190 宽肩窄腰大长腿 是完全可媲美男超模的魔鬼身材 封燕发出一声撩人的轻笑 慢条思理走向双羽 霸道地将她搂进了怀里 轻逆地将下颚抵在了她的肩膀上 旁若无人的轻逆 让众人瞪圆了眼 哪里来的疯狗 双羽下意识要挣扎 别动小爆发户 我可是看了全程 需要我和众人说真话吗 封燕眼中暗芒一闪而过 附在她耳机 语气像是情人间的尼南 说出的话却是满满的威胁 双羽如同雷劈一样僵在了原地 心中大害 刚刚这里难道有人 见她乖顺下来 封燕非常满意 这才继续对众人说道 她一直和我待在一起 就在我的别墅里 我们还进行 话音落下 她还轻笑着在双羽耳畔吹了一口气 平听无奇的话 因为她的语气和她轻易的举动 封燕到来 知道只能小事化了 毕竟封燕是A是真正的大佬 惹怒了她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盛霄然抱起言千千离开 封燕也没有阻挠让他们离开 双羽见词 也没打算这么快就让言千千玩玩 两世的怨气不是这么简单就能化解 算了 毕竟是我喜欢过的女人 双羽才开口 顿感腰间一痛 她一脸猛逼去看笑容有些危险的封燕 这神经病好端端的掐她干什么 见无瓜可吃 事实误的众人连忙告辞 双羽也想跟着离开 却被封燕搂得死死的 亲爱的 去哪呢 你没有话要和我说吗 双羽头皮发麻 完全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招惹了个疯批回来 你想怎样 走出温室 双羽冷着脸询问 我闲着没事拍到了一些有趣的画面 一起见上见上 封燕斜思一笑 慢条思理掏出手机 打开她录下的画面 温室里 双羽蹲在地上 在八言千千的衣服 如果这段视频放出去了 应该会很精彩吧 封燕条条眉宇带威胁 窝火 她堂堂鬼差 竟然被人类给威胁了 不知道杀了她 要扣几年功德 双羽冷着脸一言不发 封燕观察着她过于淡定的表情 心里对这小爆发户的兴趣越发浓厚 最近公司比较闲 她正愁没玩具打发时间 小玩具这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双羽趁她不注意 猛地伸手去躲手机 后者似乎早就料到她会这么做 快速抬手 没想到 你还有这么少女心的一面 我妈最爱看的偶像剧里就有这种画面 封燕笑得非常欠扁 或许不是偶像剧 而是动作片呢 双羽冷笑一声 手在半空中转了个弯 一拳揍在了她脸上 体型高大的男人瞬间倒在了地上 双羽皮笑若不笑 蹲下身子夺走手机 飞速将视频删除 随后微凉的指腹腹上封燕的眉心 消除了她这两个小时内的记忆 神经病难缠 她可不想和封燕扯上关系 站起身她淡定离开 殊不知在她离开没一会 晕过去的封燕醒了 记忆复苏 她嘴角扬起一抹病态的笑 我还真是小瞧了你了 小爆发户 打开手机 果然手机里她拍下的证据都被删除了 封燕嘴角微翘 点开了加密的相册 里面出现的是双羽在她预示的画面 第二天一早 双羽出现在了FI集团大楼前 双羽望着眼前的高楼大厦 心中很是感慨 自家老爸的公司做的还算成功 可和世界前三的商业帝国是无法比拟的 FI这栋大楼在建成后 立刻就成为了华国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是能载入史册的存在 也将该大楼的设计师推上神坛 成为了国际上要价最高的顶级建筑设计师 那么问题来了 FI手上那么多能人意识 为什么会将西沙度假导的工程 交给白家这个名不经传的小建筑公司 原本这么大的生意 是需要白荣亲自出马响盘的 但因为临时有部门领导要检查工程 他必须亲自陪同 白荣脱不开身 唯一能代表念梦建设出席的人 就只剩下他儿子白双语 他在来的路上用手机查了一下FI集团 这才知道FI集团的总裁 就是昨晚那个神经病枫燕 他百思不得其解 他已经删除了枫燕的记忆 为什么对方还会忽然提出要合作 那封批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双语走进FI大厦的前台说明来意 前台的接待显然已经收到了消息 在对方的引导下进入电梯 很快 顶层办公室里的封燕接到了秘书处的电话 封总 白双语到了 安排他去休息室等待 告知他经理还在开会 记得把我交代的东西放进茶里 封燕嘴角扬起一抹轻挑的弧度 鱼儿上钩了 休息室里 双语被接待的秘书通知项目负责人还在开会 让他耐心等待 并且为他奉上了茶点 他一边喝茶 一边思考着封燕的来历 为什么神经病的记忆没有被消除 双语很确定 自己的法力并没有消失 那么就只剩下一个可能 封燕很有可能是上届的大佬下凡妒解 双语喝着茶 突然感觉这茶好像有问题 难道封燕因为昨天打了他要报复自己 不过对方若是达到目的 应该很快就会将他这种小人物抛诸脑后了吧 心中有了决定的双语轻叹一声 假装自己很困 打了个哈欠倒在了沙发上 默默等待报复的到来 这时休息室的门被推开 双语的身体也立刻紧绷起来 对方甚至还没走进来 那炙热的视线就跟沾了胶水似的 牢牢粘在他身上 不舒服 就像案板上带解剖的鱼 鱼还能扑腾挣扎两下 他却只能装睡一动不动 脚步声响起 对方很快来到了他跟前 下一秒 身体一重 双语感觉到对方下半身的力量 几乎都压在了他身上 陌生又带有侵略性的气息 瞬间将他营绕包裹 这是什么鬼畜姿势 他心里一头雾水 太过压力山大 让人快透不过气来 跑那么快 今天不还得自己送上门来 耳畔 过于沙哑的男性嗓音响起 修长的手指 触上了他 轻轻妈撒 似在撩拨 可轻挑加重的力道 却更像是在变相的惩罚 双语极力隐忍 鸭语一般的长截 忍不住轻轻颤动了一下 一直密切关注着他的封印 眼中闪过一抹诧异 薄唇轻轻挑起 眼中闪过一抹瑕粗的暗芒 他手指往下 来到他性感突出的喉结 双手俯上 将他纤细的脖梗包裹 这是要掐死他吗 双语等了许久 也没等到对方收紧力道 带着脖茧的拇指指腹 上下抹撒着他的喉结 那触感 那温度不断挑衅着双语的忍耐力 身材不错 还以为是瘦喉 没想到还有些肌肉线条 性感的男生再次想起 双语没有死前的记忆 不清楚自己到底在死前 有没有经历过人事 反正死后成为鬼差 他担了三百年 被触碰这种事情 他完全没办法习惯 酥酥麻麻的 跟被羽毛挠似的 又痒又难受 这还不如嘎他腰子呢 浑身冒起振振鸡皮 双语被绑在头顶的双手 忍不住捏成拳 忍忍吧 大佬泄愤了可能就没事了 枫燕视线贪婪在双语身上流连 眼中一满惊艳和称赞 身下的青年 和他印象中粗俗的爆发户 有着天差地别 普通的五官融合在他清冷的气质中 变得不再普通 反而显得高贵 且不容亵渎 果然 比起不识人间烟火的模样 他更想看到他 淒淒惨惨哭泣的模样呢 枫燕眼中闪过一抹暗芒 有些邪魅的舔了舔红唇 啪哒 被解开的声音响起 随后一辆飞驰的火车经过 姐妹们这里的画面不宜播出 博主只能自己看了 不久后双语再也忍不住 抬脚一踹 后者早有准备 飞速拽起他的双腿往上一折 两人此刻的姿势 要多暧昧有多暧昧 你到底想干什么 双语隐忍问道 并没有因为此刻 两人过于暧昧的姿势 而慌乱无措 当然是 这个答案满意吗 小语语 灼热的气息 如同大提琴板低沉的嗓音 来到了他耳畔 枫燕故意慢条斯理的说话 还占有味十足的 在他耳根上咬了一口 似是在享受这场暧昧的拉锯战 我不晓 双语一本正经反驳 男人不能说小 不能说不行 鬼差也一样 哈哈 你真的比我想象中更有趣 怎么办有些上瘾了 枫燕发出撩人的倾笑 语气带了些玩味和试探 这是病得治 借读所了解一下 双语不及不还给出建议 就在这时 敲门声响起 西沙度假导的项目负责人 推门而入 枫总 对不起 打扰了 二位继续 眼前的一幕 简直是害人听闻 让人惊掉大哑 负责人被刺激的深深 打了个冷战 急急忙忙关上门离开 门外 负责人心脏砰砰乱跳 回想着那不可言说的画面 尴尬的抹了抹额头的汗 原来不是不济女色 是他们一直以来搞错了性别 休息室内恶趣味被打断 风艳不爽的听泽了一声 松开桎梏在双语腿弯处的双手 坐回一旁的单人沙发上 双语一个礼于打挺坐起 衬衫三万二 领带一万一 接受支票 谢谢老板 丝毫不觉得自己衣衫不整的模样狼狈 他整理了一下凌乱的短发 开口讨要赔偿 后者挑挑眉 拿出手机拨通门外助理的电话 去我办公室 拿件衬衣和领带过来 很快 助理敲响了休息间的门 风总 衣服给您放在门口了 风艳亲自起身开门 门口好几个属下饱含探究往里看 别看了他是我的 你们没机会 他轻笑一声 接过衣服关上门 双语不想穿风艳的衣服 但他总不能光着膀子 只能无奈接过他的衣服 低头快速穿起来 风艳眼睛一瞬不瞬盯着他看 他却丝毫不见慌张 依然是不急不缓 动作甚至可以用优美来形容 衬衫28万 领带72万 不接受支票 只支 谢谢老板 风艳单手处着下饿 翘着二郎腿慢条思理 学着双语的语气开口 您刚刚长的还少吗 后者莫名反问 死长非比长 深意的话 惹得风艳眼中腥味更浓 他果真找到了一个 非比寻常的玩具 这点扎可不够 毕竟没真的上嘴 我这张漂亮的脸 可从来没有人赶上 风艳轻笑着点了点 自己欲青的脸颊 笑容可拘 果然没失忆 是大佬无疑了 双语心里一沉 立刻聪明的转移话题 听说你想和我们公司合作 共同开发西沙度假导 我虽然带来了资料 但瞻仰过FI大楼后 真心觉得我们这种 渣渣公司不配合贵公司合作 怎么会没资格 连我都敢打的人 这世上可没有第二个 你都没有资格水泳 风艳拿过一张合同递给他 这是打定主意了要玩死他 双语内心MMP 但没有理由拒绝 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结过合同后 他开始认真仔细查看 作为假方的FI集团 给出的条件真的太丰厚了 明明是假方一方 风艳开出的条件 却是双方共同合作开发这个项目 FI费用全包 念梦只需要负责建设 项目完成后 FI还需另外向支付念梦建设费 而且在度假导正式营业后 念梦还能得到度假导 10%的股份分红 相当于FI免费给念梦建设 送钱送股份 念梦一分钱不花还能名利双收 但天上真的会掉馅饼吗 肯定是不会的 风艳倒贴钱开出这么好的条件 到底是为什么 突然他脑中的地府人工智能小爱开口 或许他只是柴妮身子 明知道风艳不怀好意 可双语根本没有拒绝的必要 对方摆到台面上要拉念梦一把 他若是拒绝 那不是傻子吗 条件很好呢 他和尚和约请孝道 既然是送温暖 那不如再多送点 我要西沙度假倒50%的股份 双语狮子大开口 胆子很大嘛 风艳薄纯青阳 谋色幽身盯着双语 不大 怎么能让你美丽的脸边的色彩丰富呢 后者皮笑肉不笑道 算了 就当半分彩礼钱好了 反正以后都是一家人 我的就是你的 风艳打了个哈欠 通知助理去改合同 双语本来只是想隔应对方 没想到对对方反将一军 心里顿时复杂万分 这座风批 不会是昨天被他打坏脑子了吧 很快 更改的合同再次递到他手上 警方有诈 他非常仔细的又看了一遍合同 确定没有问题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合作愉快 白总 风艳灿笑着站起身 对双语伸出手 双语礼貌伸出手和他相握 两只手触碰上的瞬间 一抹电流从手心滑过 他试图松手 对方却紧紧握着他的手不松开 分开的时候 还挑逗的用指腹去挠他的手心 酥酥麻麻的感觉一路窜到尾锥骨 双语打了哆嗦 猛地抽回自己的手瞪过去 后者暧昧地朝他抛了个媚眼 该死的 此人此时此刻的模样 像极了色性大发的猥琐LSP 等设计部做出设计方案 我会再过来 打扰了 风艳盯着双语离开的背影 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 双语走出FI集团大厦 突然一条手机消息弹出 他露出一抹玩烈的笑 三天后 双语照着手机发来的位置 前往一处餐厅赋约 白总 一段时间不见 越发贵气逼人了 餐厅门口 王云飞端着讨好的笑 上前主动跟双语打招呼 此人是一名导演 原主对于电影一窍不通 只想着花大价钱 投资一部电影捧颜千千 殊不知 这是颜千千给他挖的另一个大坑 他找上了曾经是名导演 却因为赌博欠钱 沦落为烂片之王的王云飞 拿着一个烂道报的剧本 找到了原主 不是行家的原主 被王云飞的花言巧语欺骗 在颜千千拒绝出演的情况下 还是投资了二十个亿 去拍一部烂道家的电影 电影上映后 票房甚至不到两百万 亏得血本无归 王云飞此时心里有些坠坠不安 常年拍摄电影 让他对人物性格 有着非常高的认知和理解 他敏锐地发现 曾经那个地主家的傻儿子变了 模样没什么变化 但气质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难道是感情受挫 所以成长了 王云飞不用想到 白双语是颜千千舔狗的事 他心里咯噔一下 若是两人闹翻了 会不会对他的圈钱计划造成影响 王导 好久不见 双语弹笑着伸出手和他相握 虽然看上去如同仙仙君子 可总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疏离感 王云飞不安将他请到 事先预约的位置 现在别说让他坑白双语一笔 他甚至不敢确定 白双语会不会为这一餐买单 两人坐下后 双语直接直奔主题 您这次约我来 是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电影已经筹备的差不多了 马上就要开始选角 这款项您得支付一下了 他敏锐的发现 一提前 双语的连利可就变了 二十个亿 不是个小数目啊 他猝着眉头 语气有些为难 因为还在前期筹备中 一开始也用不到这么多钱 一两亿就足够了 王云飞生怕他不给钱急忙补充道 电影预算和资料您带来了吗 双语绝口不提给钱的事 反而问他要预算表 这地主家的傻儿子 似乎变得精明了 王云飞咬牙点点头 拿出了预算表和拍摄相关的资料 他笃定了这蠢货也看不懂 这个圈子里的水可是深得很 随便一个阿猫阿狗都能看懂的话 还要制作人干嘛 也是瞧 就在王云飞将资料递给双语的时候 他的手机响起 看到来电显示 双语对他歉意的笑笑 不好意思王导 我还邀请了一位圈内的朋友 他到门口了我去接一下 餐厅门口 站着一名身穿格子衬衫 戴着黑矿眼镜的年轻男子 此人名叫吕子涵 是国内少见的独立电影导演 他的下场比原主好不了多少 吕子涵的电影 因为题材限制一直拉不到赞助 最终患上忧郁症跳楼自杀 而他留下的那部作品 最终被言千千简陋得到 他强占了吕子涵的作品 对外宣称作品是自己编剧自己导演 凭借吕子涵的作品在国外获得大奖 转型成功成为国内外知名女导演 你好 您真的愿意投资我的电影吗 此时的吕子涵 已经有了忧郁症的征兆 自己的作品一直被否认拉不到赞助 让他焦头烂额的同时 也产生了严重的自我怀疑 他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就是垃圾 根本不可能有人愿意投资 您的作品非常棒 您无需自我怀疑 双鱼浅笑着称赞道 您不用安慰我了 我已经见过不下20个投资人了 如果真是好作品怎么会这样 吕子涵苦笑着开口 要让对方找回自信的方式 自然就是让他见识一下真正的垃圾 这也是双鱼约他前来的原因 我们的是稍后再谈 其实我今天约了王云飞导演 他有个作品也想让我投资 但你也知道我不懂电影 所以想请你帮我参考一下 一听到王云飞的名字 吕子涵促起了眉 在业界 王云飞的名声非常糟糕 现在已经没有人会投资他的电影 所以他才会找上白双鱼这个门外汉吧 吕子涵是个善良的人 不会对谁抱有成见 但也不希望别人被坑 双鱼带着吕子涵正准备进入餐厅 身后突然传来女人揶鱼的声音 好巧 双鱼表情淡漠打招呼 确定是巧合 不是预谋 爆发户 你不会是提前知道千千要来 所以故意过来偶遇吧 盛宵静嗤笑一声 话说得很难听 他斜眼打量了一旁的吕子涵一眼 再次发出刺耳的笑声 这个小loser又是谁 你的小跟班吗 吕子涵最近找投资人受尽了冷眼和羞辱 如今看到这些有钱人 都有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征兆 他色缩着身体 脑袋快垂到胸口 觉得垃圾的自己 拦上了他的肩膀 心烈动听的男生响起 盛小姐请自重 这是我的朋友 是位非常有潜力的独立导演 双语对吕子涵的维护 如同一抹暖流进入他的心间 长期被人质疑冷嘲热讽 他甚至都快忘了 被人尊重是什么滋味 盛小静从小性子就是嚣张跋扈 他看不起白双语 只觉得物以类聚 能和白双语玩在一起的 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所谓有潜力 不就是到现在还一无是处没有作为 形容的这么高大上 也不怕别人笑到大牙 算了 我还能指望什么 你这种 也就只能和这种loser做朋友了 吕子涵双手紧握成拳 额头青筋冒了出来 他可以接受别人否认自己 却无法接受因为他的关系 害他的朋友也被人侮辱 可剩宵敬这种千金大小节 可不是他们普通人能够招惹的 只要他一句话 他们这辈子都别想在娱乐圈混 毕竟他哥可是心灰娱乐的总裁 我确实配不上 怎么敢和盛小姐 您这种盛气凌人的人做朋友 您说的对 双语面带微笑疯狂输出 甚至连盛小然都叠死进去 你找死吗 臭爆发户 盛小静瞬间炸毛 抬手就要甩他耳光 我也是雨的朋友 那我也是loser咯 今天的晚餐还是取消吧 毕竟我们这些loser 不配合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共进晚餐 谁也没想到 封燕竟然会开口维护白双语 盛小静因为去国外度假 没有参加那场晚宴 所以并不知道那晚发生的事 他从小就暗恋封燕 在得知他懒得去的那场慈善晚宴 其实是变相的相亲宴后肠子都悔情了 今天他特意约封燕吃晚餐 为的就是跟封燕增进感情 他自信满满认为 封燕不会认识白双语这种小人物 却不想两人已经亲密到用单字称呼的地步 封燕哥 你怎么会认识他 他不甘地跺跺脚 恨恨瞪向无辜的双语 FI集团将会和念梦共同开发西沙度假导 我们的关系自然非常亲密 对吧 于 封燕轻笑着看向双语搂着吕子涵的手 那炙热的眼神 简直要将他的手戳穿 视线太过犀利 双语背脊阵阵发寒 下意识松开手 浅笑着配合的点点头 西沙度假导 在场的几人瞳孔猛然一缩 这可是今年国内最大的旅游项目 盛宵静牙齿咬得死紧 一副恨不得将双语包皮拆骨的模样 该死的 一定是他用了奸计 他不会是给封燕哥下降头了吧 我原本打算另约时间和你共进晚餐 相遇就是有缘 择日不如撞日 大家彼此都认识那就一起吧 封燕笑颜如花开口 完全不给众人拒绝的机会 不太好 不方便 双语皮笑若不笑否决 你们觉得不方便吗 封燕挑眉 女带威胁看向其他人 封燕哥你决定就好 盛宵静眼中闪过一抹恶毒 心里有了鬼主意 吕子涵肯定是不愿意的 但现场似乎没有他说话的份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 那就一起吧 他耸耸肩 一改先前的冷漠拒绝的态度 笑容可拘到 小爆发户 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他可不是这么容易就屈服的人 封燕心中好奇 面上却不拆穿 在盛宵静要来勾他手臂的时候上前一步 举止轻易搂住了双语的肩膀 语 想哥哥了没 哥哥二字 让双语浑身鸡皮疙瘩地冒了出来 他用看神经病的眼神看了他一眼 强忍住给他一个过肩摔的冲动 皮笑若不笑回答 身上任务重 睡觉时间都不够 哪有国际时间想弄 看来是我给你的压力太大了 怪不得几天没见 都瘦了一圈 下次去哥哥呢 哥哥好好给你补补 封燕暧昧地对他眨眨眼 语带暗示道 双语笑容将在脸上 颤唯唯问小爱 补什么 讨厌了啦 小爱还未成年 请不要带坏小爱 石海里的小爱羞答答回答 但白粉还是鸡蛋 最近我也瘦了 我也想去封燕哥你那里补补 傻白甜圣消敬急急忙忙搭话 双语一言难尽看向他 眼中一满同情 后者一无所知瞪过去 那意思很清楚 看什么看 死爆发户 再看本小姐挖了你的眼 那不行 我的补品比较特殊 只有雨能吃 封燕笑容灿烂摇摇头一口回绝 双语顿时无语 我可真是酸Q了 歇腰好吗 片刻后 王云飞见双语带着一群人回来 坐不住了 硬着头皮站起身 他点头哈腰对着封燕伸出手 你好 我是双语的朋友 后者眉头紧簇 聚会啊 白双语 你可真是刷新了我的见识 没想到你还和人渣混一起 双语洋装不知道他的意思 众美解释 你可以讨厌我 可以侮辱我 但不能侮辱王导 他可是著名大导演 是谦谦的恩师 如果不是谦谦给我们搭桥牵线 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 给这样的大导演投资 言谦谦搭桥牵线 盛肖静瞳孔猛然一缩 心中疑惑到了极点 善良的谦谦 马上就是要成为他嫂子的人 哪怕再讨厌白双语 应该也不会做出坑他的事才对 枫燕双手 环胸似笑非笑看着双语 那意思很清楚 我就静静的看着你装逼 明明是大尾巴狼 非要装小白兔 无碍 不管是大尾巴狼还是小白兔 满起来都各有滋味 原来他喜欢角色扮演 那自己是不是该提前准备一下 灰色的狼耳朵狼尾巴 白色的兔耳朵兔尾巴 让他今天扮大尾巴狼 明天扮唇凉小白兔 背景有些发凉 双语迟疑的看了一眼风艳 后者暧昧的朝着他勾了勾唇 你是千千介绍认识的 盛宵静盛气逼人质问王云飞 心中忐忑的王云飞不知道该如何应答 他两边都得罪不起 我问你话那人渣 骄纵的盛宵静一高跟鞋踢过去 雨带威胁 是的 盛小姐 白总想给千千投资一部戏 千千给他引荐了我 被吓得一哆嗦 王云飞说了实话 却敏锐地发现盛宵静的神色越发冷力 但在心里还是安慰自己 千千姐的人品一直很好 或许这次王导改过自新了 筹备的确实是佳作呢 双语对盐千千的心计还是颇为佩服的 这道盛家最容易搞定的就是盛宵静 这还没几个月 对方就已经为他马首是瞻了 王云飞看向一直未说话的风艳 眼中闪过一抹惊艳和可惜 好美的男人 在娱乐圈混了这么久 他从没见过比他更好看的人 不论男人还是女人 当然 他也能从对方举手投足里的贵迹明白 这种大人物 不是他这种小角色能够肖想的 他眼中的鲫鱼虽然只是一闪而过 却没逃过风艳的眼 他直勾勾地盯着对方 惑人的魅眼里却甚满杀机 他是谁 不重要 双语不紧不慢开口 仿佛风艳只是个无足轻重的阿猫阿狗 随后他的腰突然被风艳给掐了一下 不得不开口补救 天上的神奇 起事等凡人能够肖想的 这马屁拍的 简直是神赖家座 我是神奇 原来我在你心中身份这么高大上吗 于 风艳明显很吃这一套 他露出撩人的笑 嘴角浅浅两个梨窝显现出来 附在双语耳机低语 你在我眼里 就是神 神经病的神 双语凡这家伙总是贴贴他 他不喜欢凡人身体的温度 太热了 盛肖竟差点没笑死 他正愁找不到机会对付白双语呢 这家伙居然挖坑把自己埋了 风艳哥可是个心狠手辣的主 上次骂他神经病的人 成为植物人在医院躺了快五年了 神经病嘛 那可真有意思 于 我已经许久没有听到 有人敢当着我的面说这个词了 风艳哈哈大笑 他看上去很开心 众人却捏了一把冷汗 生怕他现场将白双语无码分尸 他懒懒在位置上坐下 手处下巴仰头凝视双语 放心我有暗示吃药 不会发病 那露骨的眼神 仿佛双语就是他的药 一行人坐下后 服务员将菜单恭敬递给众人 这时盛宵静注意到了门口的颜千千 立刻兴奋的招手 仙千 这里 颜千千看到他 笑容灿烂回应 可下一秒笑容却戛然而止 因为他看见了白双语和王云飞后 彻底愣住了 他的心脏剧烈狂跳起来 大脑迅速开始思考应对措施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有个通告要赶 王导 好久不见 脸上没有丝毫心虚 颜千千淡定开口和众人打招呼 王云飞一看到他 那眼睛跟要吃人似的 可当着众人的面 他也不可能质问他 只能将这脸点头算是回应 先签 你坐我旁边 特地给你留的位置 对了 我们白大少可是很有上进心呢 上次在这丢了脸居然回去苦学法文 刚刚还能用法语点餐呢 我记得你说过他高中都没毕业对吧 他当年在学校若是有追你的一半的苦工 也不至于连个野鸡大学都考不上啊 盛宵静明朝暗讽 嬉皮笑脸对着双鱼又是一阵嘲讽 双鱼可不是忍气吞声的人 他冷着脸墨地放下水杯 动作很大 杯子里的水都溢了出来 够了 盛小姐 在你看来 喜欢一个人 愿意为他努力变好 想要成为一个配得上他的人 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吗 质地有声的一句质问 让现场所有人陷入了沉默中 我不觉得我为喜欢的人努力 会成为一件很丢人的事 也不知道你的笑点草点究竟在哪 哪怕最终结果不尽人意 我也不会去怨恨 我甚至会感谢他 毕竟没有他的残忍 也不会有变得更好的我 你一次次讥讽我有意思 我是杀你全家了 还是羞辱过你 多大的仇怨 丹恋在你看来就这么丢人 盛小静紧咬夏淳 苍白着脸不说话了 他忽然有些内疚 不该去嘲笑白双语 毕竟 他比谁都懂爱而不得丹恋的苦 可爱情并不是你努力 就会有结果的 对不起 我只是讨厌你缠着千千 他眼中情真泪 轻咬着夏淳哑声道歉 那是以前 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知道严小姐眼界高 看不上我这种爆发户 早就决定放弃了 我也没有跟踪他 尾随他 今天不过是个巧合 你若是还觉得恶心 那我走 白总 您别责怪小静 都是我的错 严谦谦谦急急忙忙 开口道歉 那骨子过期绿茶味 熏得双鱼想吐 确实是你的错 我不清楚 你到底和他说了什么 导致他对我的厌恶这么深 一个巴掌拍不响 你若没给我回应 我至于这么死皮赖脸 追着你跑 他冷笑一声 将严谦谦的脸 打得啪啪作响 众人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是啊 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 若是严谦谦真的非常厌恶他 直接不鸟他不就完了 如果不是他给了回应 对方怎么可能放下自尊 被外界各种冷嘲热讽 海上赶着往上凑 我 我没有 我没有说过你的坏话 严谦谦谦脸色惨白 无力反驳 泪水说掉就掉 委屈得好似双鱼 在欺负他一样 做女人可真好 一有解决不了的事 就一哭二闹三上 掉用脸皮撑着 我说鱼呀 不能什么第一次都给他吧 我多亏 那你为男人哭过吗 看戏的封燕冷不丁开口 被我爸做哭算吗 封总 别惦记我的第一次了 早没了 那可未必 封燕勾着嘴角 笑得颇具深意 再次毛骨悚然的双鱼 飞速转移话题 吕导 这是王导给我的投资预算和剧本 你帮我看看 吕子涵赶紧点点头 结果他递过来的资料看了起来 越看 眉头粗得越紧 这预算和剧本 完全不成正比呀 这话可是踩到了王云飞的痛处 真面目被揭穿 让他又气又恼 他也知道剧本烂 可他目的不是拍出一部好作品 而是圈二傻子的钱 你算什么玩意儿 拍过几部戏 累计票房有多少 或讲作品又有多少 懂电影吗你 居然还敢对我的作品评头论足 他猛的拍桌 指着吕子涵的脑袋破口大骂起来 吕子涵也不恼 也说不准是我看错了 没准他的作品能火爆全球也不一定 看似是在帮王云飞说话 实则是在明朝暗讽 双语也是借机开口 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对不起王导 您的这部作品我放弃 丢了面子 王云飞哪里还待得下去 他骂骂咧咧拿走桌上的资料离开 突然小爱提示 恶灵怨气减十五 目前怨气七十五 这时所有人目光灼灼 看着颜千千 眼神有些耐人寻昧 对不起 白总我不该倾信王导的话 我以为他是真的改过自新了 我只是想还他人情 颜千千红对眼道歉 你还人请我买单 我是你的谁 双语一点面子不给 冷脸说道 颜千千红对眼 苍白着脸站起身 阴阴地哭着跑走 千千千千 盛孝敬又急又气 最终依依不舍看了一眼封燕 起身跑去追他 众人见状知道这顿怕是吃不成了 吕子涵和双语到背后直接离开了 而封燕此时饱含期待看向双语 那意思很清楚 现代人都走了 就剩下我们俩了 他发出撩人的倾笑 上前一步搂住双语的腰